看好中台湾进出离岛的观光客室越来越多 有航空业者新开辟往返台中和金门之间的航线 首航第一个月寄出的多种优惠来吸引乘客 预估一年可以输运48万人 而往返金门机位不足的问题也小幅得到疏解 台中市政府表示越来越多的路客 希望到金门来感受占地风情 新航线的开通更可以和中台湾的观光热点连成一起 航空业者请来自家空姐 仿照韩剧情节和民众互动 后继式的大厅全都热了起来 还有不少民众就准备搭乘第一班的直航班机 直飞金门 航空业者看准离岛观光需求越来越大 新开辟往返台中清泉岗和金门之间的航线 投进中台湾的营运市场 我们预计是由一百六十五人坐的这个MD8283型的飞机来服务 业者推出早鸟优惠 首航第一个月票价七八折 还特别让涉及金门的民众 票价砍到五五折 是目前第三家开辟台中到金门航线的航空业者 预估一年可以输运四十八万人次 年营业额可以达到四亿 就是看准离岛航空的需求越来越大 因为喜欢到金门的观光客越来越多 尤其路客更是年年成长 加上每到过年过节 往返金门的机票一票难求 而国内航空受到高铁冲击渐渐示威 把市场转向离岛航线 台中市府表示将有驻和中台湾的观光连成仪器 台中市府评估 清泉岛机场一年的旅客人数大约是两百五十五万人次 其中超过一半都是离岛航线居多 险境需求越来越大 其中还有不少路客才团进团出的小三通模式前往金门 加上相对北高机场来说 清泉岛将成为进出两岸的最近门户 预计未来将对中台湾的观光有明显的注意 接着林建生彭幻群 台中报道 大家观看